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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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教授也站起来 你老老实实学习去吧 傻瓜 你别无选择 只有作曲 这是你别无选择的 这篇小说的主题 点题的一句话 当然 其实你会发现 这里的你别无选择 其实是有很多的选择 其实是充满了选择 而且是一种奢侈的选择 是吧 就是因为可以放弃 大家想一想 能够放弃 那是因为你拥有很多东西 所以你才能够放弃 是吧 这里的你可以看到 他还写的好几个人物 还有生生 孟也 生生这个也是很有个性 其实他写的每一个人 都是去写他的个性 是吧 他们非常奇怪的这种个性 一个一个都很有才华 他孟也的才气不在生生之下 可一天到晚 让女朋友缠住不放 经常莫名其妙地失踪好几天 有几次都是面临考试时失踪的 他孟也也长得太出重了点 这个浓密的黑发和卷曲的胡子 默默含情的眼睛 老给了一种错觉 由此惹得女生们 何影师总爱拉上他 被他女朋友发觉 免不了闹个天翻地覆 有一次呢 姑娘追到学校 把孟也大骂了一顿 然后哭着跑到街上半夜不归 害他作曲戏 女生全体出动去叫他 他坐在电线杆子底下 扭动着肩膀 死活不肯回去 最后还是李明叫玛丽 戴上保卫组的红袖章 走过去问 同志儿 你是哪儿的 他才一下子从地上瘴气 跟着大家回去了 那个时候 他就要描写这种 与众不同的个性 然后写这个轮 都充满了这种 个性和气质 气质浓密的黑发 和卷取的胡子 这是不是写曲小松啊 大家知道 刘苏拉后来 嫁给曲小松 那么后来又离婚了 1996年我还见过一次曲小松 是在瑞典 那个时候他们已经离婚了 那个时候 曲小松虽然胡子还留着 但是卷取的头发已经脱顶了 当然他 刘苏拉在这里显然是把这个中文系 学中文系的女孩这个非常仇视的 这样一个调侃了一下 他这里写这个李明和董克 这个跑了一个董克 你看到他写了一群的这种有个性的能物 因为这个 他说董克这人踏实的叫他难受 他说因为闷野和深深太疯 他只要去找董克聊天 但在董克眼里 李明也是不正常 他竟然放在县城的大学不愿上 请坐 Please 这个董克彬彬有礼的让李明 好像他身后有一张沙发 李明坐在床上 董克端上一小杯咖啡 他真的很讲究 尽管脚臭 脚臭味经常在教室里散发 咖啡杯是深中色的 谁也弄不清他到底有多卫生 李明闭着眼把咖啡吞下去 所以你看这里都写出这些人多有个性 是吧 那么西方现代化哲学的思维是 非客观与主观形式的相交 董克老爱说这种驴头不对马嘴的话 他一张嘴就让人后悔来找他 核酸变体功能对位的转换法则应用于 李明想仗起来 他觉得自己走进一个大骗局里了 他就嘲弄那个时候 搞一些这个现代派哲学的人 大家要注意到他写女生 他不仅把那些男生写的那么有个性 还有三个女生 三个女生已经把全班搅得不易乐 不易乐乎 为此后面姐姐的作曲班 就再也没有着急女生了 主要是假教授大为头疼 注意这都是假教授 假的教授 风挤风化都被这三个女生搅了 猫是个娇滴滴的女孩 动不动就能当着所有的人 咧开嘴大哭 哭起来像个幼儿园的孩子一样肆无忌惮 这使老师也拿他没办法 遇到他做不好的习题 他把肩膀一扭 从老师傻喝喝里咧嘴一笑 老师就放他过关了 还有个懵懂 一天到晚只想睡觉 他能很快弄懂老师讲的 又能很快把它们忘掉 他当天听就得当天做题 还得当天给老师赶 否则过了几天 他就会否认这道题是自己做的 你再告诉他对错都是白答 他早忘了准则 大家看一看这些女孩多有气质 是吧 第三个女生是女生中的楷模 由此得了一个时间的封号 她精确非常 每天早上六点钟铃声一响 藤笛就从床上坐起来 中午和晚上 无论哪两个人说什么 她都能马上露睡 这家伙简直是机器 猫对懵懂说 大家很显得这个时间 在这里是糟糕嘲弄的 是吧 它代表了传统的现实主义者 是吧 她是讲时间 讲规则 但是她被操弄为机器 懵懂和这个猫 却是一个有现代主义气质的女孩 这里是讲到闷野的那个女朋友 这个女朋友是一个中文系的才女 中文系的才女 但是她没有明目张胆的说是百大中文系的 那么大家可想而知 她很想这么来说 来隐喻一下 她比她大两岁 你看看 这个女的比这个男的大两岁 是吧 女大三 报金砖 是吧 女大俩 就不知道干什么 是个神经质 并患有谢死底底症的女人 也许是由于这种特殊的素质 她擅长文学写作 在一所文科大学里上学 不知是她们谁更崇拜谁 使她俩一见如故 然后就发誓 白头到老 她喜欢戏剧性 什么事都想追求戏剧化 比如她看了部爱情片 在电影院里哭一场还不够 出电影院门后 还要耸着肩 模仿片里的女主角走路 而且整整一天都要陶醉在女主角的气氛里 那时候你要和她搭一句话 保你背过气去 大家会看看 就是说为什么这个 刘梭拉这个小说里面 要这么来表现 描写中文系的女孩 这其实是有很强大的实在背景 总之她是一个非凡的女性 是个女才子 她那从诗经一直背到锅目楼 而且还要背下去 她不能容忍闷眼 轻易地和懵懂 跳了舞拍了照 和那么一个头脑简单的东西 她喜欢用简直这个工具 她可以把任何东西 在一会儿时间就毁掉 自己看不上的手稿 男性的情书 连做星座的连衣群 还没冲出来的交卷 这就把中文系的女孩 就完全妖魔化了 是吧 就为什么 就是在八十年代 能考上中文系的女孩呢 她都是整个中文系 就像七七级 七八级就最好的学生 首选是中文系 大家理解吗 那个时候 经济系和法律系 谁要是上来经济和法律系 那头都抬不起来 那么当然就是说 都会认为外语系 漂亮的女孩都集中在外语系 是吧 但是外语系的女孩呢 她都要爱中文系的才子 她这才般配 是吧 那么中文系的才女的 那就是全校的男生追的对象 崇拜的对象 中文系 在那个时候 七七年七八年 啊 所向披靡 在校园里面 他们走路 基本上是不要看路 是吧 因为自然而来就有人给你浪路 就没有任何问题 那么为什么经济系 法律系不能上呢 那么经济系和法律系 是吧 在那个一上了学之后 他们就知道 他们毕业之后 经济系的和法律系的 将在劳改农场相遇 这是被注定的 法律系毕业完之后 分辨到哪了 分辨到法院去当书记官 是吧 省饭人 天天寄那些书记官 是吧 寄那些案卷 或者到劳改农场去看饭人 那生活条件很艰苦啊 是吧 劳改农场 那么 学经济的怎么办呢 他分配到那些单位企业去当会计 当会计 这个当会计呢 他天天跟钱打交道 是吧 那个年代贪污五百块 就可以判五到十年的妥协 但是天天跟那些钱打交道 一个月的工资 才二十几块钱 大学毕业的话呢 五十几块钱 那么 因为九站河边容易失邪啊 是吧 所以就很容易 不小心就把钱放自己拷袋里了 然后那就判刑了 判刑呢 怎么办呢 那就劳改农场去劳动 是吧 那法律系的 就跟经济系的 都在那里遇到 所以他们的下方是这样 那中文系的就不一样 是吧 中文系的都是当首长的秘书 是吧 然后女才子 当女作家 是吧 发表作品 所以 时代就这么快的就变了 是吧 时代这么快就变了 那么 三十年河东 三十年河西 再来一次文化大革命 我们中文系又涨起来了 但是大家可以看看 所以刘索拉 你可以看到 为什么她在这里 要把中文系的妖魔化 是吧 因为别的系的 她遇到中文系的 别的系的女生 遇到中文系的女生 她都抬不起头来 就是她没有文化 是吧 整个没有文化 特别是音乐系的 是吧 这个 你看看 她写那种亲眼对生活的一种态度和方式 因为在我们整个中国的这样一个文化当中呢 大家的生活都是循规蹈矩的 同时特别是在人生的选择上 是吧 大家记得创业史里面改辖说 人生的路有几步 关键的几步是不能走错的 那么路遥的人生也是这么写的 是吧 走错一步 满盘皆输啊 是吧 那个时候就是说 你生活不可能重新开始 你说错了一句话 意味着你这辈子毁掉了 那过去为什么说 男怕路错行啊 女怕嫁错郎 是吧 因为你离婚是不可能的 是吧 你现在离婚 你离十次婚都没能管你 是吧 那么路错行 你跳槽跳二十次都没能管你 在过去是几乎是不可能的 所以 为什么说今天的人 活得那么不认真 不负责任 这跟社会给予它的可能性更多 是吧 所以很多人 碰击现在什么道德沦散啊 不负责任啊 那么八年后九年后没有责任感啊等等 我觉得这种碰击 他没有看到社会的一种变化 因为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 他们的生存的方式 因为你们不需要承担那么多的责任 你们不需要每一步都景小慎为 就是你们的人生 不会说注究一个错误 就变成永久的历史污点 就跟在你的档案里面 是吧 甚至父辈的错误 还要跟着你们的档案 是吧 比如我的档案 至今还放着三份我父亲的材料 是吧 那么跟着我 这个 跟着我一辈子 是吧 这个我是一个意外的情况下 本来不应该看到我的档案 一个非常偶然的情况下 看到我的档案 那个时候我在评支撑 这个都属于这个绝密 不说不说 但一个很偶然的 我大吃一惊 这个还有我父亲参加国民党 三清团 什么这个反动什么组织 是盖了账 就说我为什么这么说呢 就说在那个年代 你是不允许你犯错误的 你犯错误 你的后果是非常非常非常的可怕 非常非常可怕 那么 现在为什么我们总是说 80后90后落落 我觉得这种评价 还是要看到实在的变化 就是你们觉得人生有一点错误 你们很容易改正 相互很宽容 也可以理解 甚至觉得那不是什么大错 对不对 所以这个恰恰表明我们社会的一种进步 社会的可能性增大 就是每个人的成长和生存 你的价值和空间变得更加宽广 我觉得也要从这方面去看 所以我们还是要看到生活积极的方面 你看那个时候就觉得了不起 现在是不是大学生允许结婚呢 有这样吗 允许是吧 你们大学生结婚的多吗 不多吧 对 没有吧 本科没有吧 对 那么虽然说 宪法上是允许的 是吧 但是你们觉得这个时候 还处在学知识 长身体的时候 是吧 不宜这么早的这个托家带口 是吧 所以我还是觉得 虽然说法律上允许 但是我们还是要为这个祖国的这样一个 这个 国策 坚持坚持正确的方向 你看 孟爷上大学就跟女朋友偷偷的结了婚 结果婚的非常多 至少来说 三分之二 一半 半数 是结果婚的 对吧 然后 就是说 至少是三分之一结果婚的 有三分之一随时打算结婚 就是说天天都在想结婚 剩下三分之一 就是不要太小了 你像因为 我读书的时候才十八岁 就最小的 一般一个班人就是 我们几个是最小的 这还属于这种情斗未开的 是吧 别的她都是三十多岁 我们的同学跟我们年纪差距十几岁 我们班上一个女同学 三十三岁 三个小孩 我们的班长四个小孩 一个男生四个小孩 所以这个是 这个 现在都退休了 我的同班同学都六十多岁都有了 所以我觉得刘索拉很奇怪 可能他们音乐学院的 在别的大学 我觉得七七七七八级 结婚根本不会算是一回事 而且在学校偷偷的结婚 这难道算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吗 我不知道 她因此被开除 闷眼被开除了 被处理了 她这里是因为 但是她主要是凸显出 这个妖魔化的这个中文系的女生 是吧 大两岁的这个妻子 她要求她结婚 结婚了还要跟她 跑到很远的地方去 但是呢 孟也拒绝了 她把音乐的位置和妻子的颠倒过来 她音乐就是音乐 没有音乐她就不存在 没有妻子她照样存在 这是她的想法 女作家写了五篇短文 深明女性的重要地位 仍能把孟也的想法给颠倒过来 在妻子写控告信之前 她已经练习 倒着走 和她散步 这个 她这种描写 就是说 你看孟也的这句话 刚一落地 她说 结果有一天 她为什么露出一句 有人说 我的音乐中缺少是声话 谁说呢 她说懵懂 她对她非常敏感 这个孟也这句话 刚一落地 女作家就伤心地尖叫了一声 拿起一把剪刀向她冲过来 她们是住在妻子父母家 房间很小 闷也无处躲上 只能紧贴墙脚照着 就她把这个女性 中文系列的女性 看来对她充满了一种刻骨的仇恨 所以把她妖魔化 她大睁着两眼 每一字都加重了语气 我能为你牺牲一切 我什么都可以不要 学位名誉我都不在乎 我只求和你在一起 什么人都不见 什么都不想 只有你 只有你在我眼前 如果你需要我现在放弃学习 做你的主妇 我马上就可以退学 如果你需要我和你一起逃走 逃到荒无人烟的地方去 我马上就收拾东西 大家觉得这样的女性真实吗 觉得不真实的举下手 那还有很多觉得真实吧 不真实的呢 真实的 觉得真实的 有一个 两个 不少吧 三四五 虽然是少数 不止了 已经有七八个 九个 就是女性是会为了 会为了爱情放弃一切 那么其实这个判断 可能是正确的 可能是正确的 就是每一个女性在她的内心 都有一种 成为疯狂恋人的那种潜质 但是男性可能很少 就是有一项调查 我好像跟她说过 就是英国的军情六处 她在调查整个二战时期 所有的女间谍 就是去返水的女间谍 都被对方返水过去了 就是她的女间谍 是吧 她知道那个对方是一个间谍 男间谍 就让这个女间谍 去把那个男间谍 要把她返水过来 是吧 因为二战时候很多双重间谍 大家知道 是吧 但是所有的女间谍 返水的女间谍 都被对方返水过去了 就女性 我曾经用这个例子去解释 女性和历史和政治 和战争的这种复杂的关系 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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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吧